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真的收看的是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想要了解央视综艺的更多动态信息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新浪 微博爱着央视综艺 当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即时互动当中来 只要你拿起手机打开微博 微信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 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接下来商场的这位托人 大家都称他为鸡肉爷爷 我很难想象爷爷伴的人 有很健硕的鸡肉这件事情 你好像也没有吧 你超错对比对象了 我们先来见识一下 来 有请鸡肉爷爷 哦 耶 耶 耶 有请鸡肉爷 鸡肉爷爷 鸡肉爷爷 首先我们先来 都会爱上去 哇 哇 爷爷 哈 喔 你来 你来 的 你来 fur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站在这旁边 喔 你这太厉害了 爺爺您今年 高售啊 我今年大大魁猜猜猜 多少 五十 五十 六十 您今年 今年六十多了 六十多少 六十一岁 六十一岁 哇您这肌肉真的是货真价实啊 您练了有多久了 练了十五六年了吧 十五六年 你比一下吧 爷爷跟你在一起我就是废物 爷爷这肌肉我觉得 现场有没有小伙子敢比试一下的 有没有 爷爷好意思举手啊 真有人举手啊 来来来 有请有请 来 你拿什么笔你自己说 来来来来 他说年轻 我们先来笔肌肉好不好 你给我们看看在哪呢 你摸一下嘉明哥 我不好意思碰 他有一点比爷爷强 哪一点 胆量 我觉得是这样 爷爷的肌肉我们是眼见为实了 但是这个身 身体是有橄榄油 身体的素养到底如何 我们能现场比试一下吗 比一下 你比什么呢 肌肉已经输了 第二项我们要比身体机能 您掰手腕 看您这个肌肉是空的还是实的 看您的力气如何 这个没错 我还看好你 你今年多大 三十岁 三十岁 他刚说了 你应该没问题 他赢的一个点就是年轻 小的一半 没错 打个五折 你的意思肯定能赢了 那怎么一个搬手腕吧 来 上道具 小心别受伤啊 这位三十岁 这位六十岁 这位打五折 来 等一下 准备好 等一下 开始之前有什么话要对对方说 我希望能够 赢了 底气也没有啊 你也真是 爷爷 肌肉有一些害怕 爷爷要跟他说什么 你年轻 你行 准备 我说三二一啊 发电 三二一开始 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男子 你是学表演系的吧 是这不行吗 三局两胜 三局两胜 来来来 爷爷您让他一下好吧 找个感觉啊 给他点面子 找个感觉啊 他悄悄说让我坚持三秒 三二一开始 第二局 累了你回单位 还好混 我就不采访你去谁 叫什么名字了 好不好 掌声送给他 等一下 还有吗 不能轻易的被打败 你告诉我 你擅长什么 我们就比什么 福地挺身吗 扶我称是吗 你平时在家练吗 还行吗 平时我教儿子练 你最高记录多少 一分钟多少个 我看我最高记录 也不一定有 他平时练得多 他已经没底线 多少你刚记录多少 二十个 二十个 好了你回去吧 这样吧 这样吧 这还有什么可比吗 为了让你输得不那么惨 我们三十秒好不好 看三十秒做多少个 你的意思还可以加速度是吗 爷爷您让让他吧 好吧 来 现在我们这位观众选择了他擅长的活 称 你还没称他就抖了 你 预备 哎 怎么 好了 姜爷 姜爷爷可以了 姜爷爷可以踩 哇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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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上来溜达一圈 我是什么 他就是胆量大 胆子大 爷爷 没人敢跟你比了 您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呀 现在 自己在开一家健身房 专门为大家解决身体美的问题 您参加健美比赛吗 参加 最好的名次 最好的名次是 元楼组的全国冠军 今年 九中三刚主办的那个 国际比赛 拿了第四名 哇 幸亏我们这段采访在刚才比赛之后呀 才会完了 刚才那小伙子不敢上来了啊 你让他再继续收下去 他的奖项 我也可以练出我的肌肉来了 爷爷 您是开健身房说 是让每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完美的体型 你要不现场教教我们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很注重脸蛋白 很少注重这个身材美 所以说 我今天来宣传一下 比如说这个胸大鸡 是男子汉最虚弱的 是降增 听爷爷说话 别看我 爷爷说一句 他就这么来打量我一下 专心一点 然后女孩子 女孩子不是要三围吗 胸要挺吗 也要练这个东西 男人也要胸大鸡 对也是 把它撑起来是吧 这不会下垂 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我在家里其实 我最简单最有效的就是俯卧身 就是俯卧身 刚才做过的 但是方法要讲究 怎么怎么做 一般来都是体力宣传那种不讲究的 这个有讲究 我讲一下好不好 我先去许一下 如果要练这一块呢 就是胸大鸡的上面这一部分 俯卧身该 我现在讲一下 手与肩同宽 您给我们示范一下 这是练垂直 你看下来 慢慢胸肌收缩 然后接口去打松 打开胸肌打开 要开 不是这么下来 胸肌打开 要慢吗 要这个速度对吗 然后胸肌受到力了 上来 上手 上手收紧 感觉是能吃到力 上来 胸肌的用力力 从七点到十点 到七点 到十点停下来 那女生也是这么 八到十五次 做三四组 三四组 隔天训练就行了 隔一天就行了 隔一天就可以饱满出来 那你胸肌就放了 对 那女生好像应该不是做不卧撑吧 下手 下手怎么练练 就手放后面一点 也是不卧撑 你看肩头肩靠前 现在你看他靠前了 那不是上手手里的吗 手里的 不要碰到地 然后反弹 这就是练 好明白了 这里到这里 到这里 那我们要不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来 有请 大家有没有感觉 我们是在访谈 一坐标 爷爷好 爷爷您这是 从四十岁开始练习的 您怎么会想到 到这个岁数 对 也就是 我四十岁开始练的 也就是怎么 也就是我这个年龄 你才开始练的 也就是嘉明这个年龄 这个时候吧 我今年四十岁 这个时候 如果我上去学习 我六十岁也可以成练 你六十一岁也这样 我还可以成练 嘉明哥 你六十一岁的时候 请这样的打扮 做我们上幸福出发的主持人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 你觉得台里会 来采访大家 你觉得台里会同意 我这样来主持节目吗 我们期待你六十一岁时的改变 已经四十岁算是中年了 没错 那个时候我 站在特别瘦 只有一百斤 而且一身的病 那个时候才 想到建议房去锻炼 那一锻炼就笑你了 就停不下来了 我们这里有一张照片 是四十岁时候的您是吧 对对对 那时候真的跟现在差别好 这个是四十多岁了 四十五六岁了 已经练了一段时间 练了一段时间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事健美行业的 2001年吧 开始那个自己 办了一家健身房 前个七八年 是没梭做链的 下链的 后面呢 慢慢慢慢的 通过排序啊 通过拜师啊 一走上那个 开始入门了 您在从事健美行业之前 你做的是什么工作 在单位里做保安的 那个时候很瘦 一百斤 身体也很差 经常四班三岛了 上夜班的嘛 生活也没规律 乱吃乱喝 难过这个一生都是毛病了 比如说胆囊炎啊 什么东西啊 高血压也高啊 一天都没精神 反正身体都不好 那现在练完之后呢 现在感到精力充沛 血压还高吗 血压不高 血压正常的 然后内力啊 爆发力啊 体能各方面都很好 您练成这样 您太太惊呆了吧 他开始也 也开始也不是这么理解 后来看着看到 我的身体体格越来越好了 而且我就参加比赛 是年年拿奖的 他慢慢慢慢也理解了 现在他跟着我练了 真的 您跟您太太结婚有多久了 结婚 有三十多年了吧 来我们有请鸡肉爷爷的太太 叫鸡肉奶奶吗 好 刚爷爷说了 奶奶也在家练呢 你好 你好 您平时也练这个呀 对 他的影响像 我爷 健美了 您给我们直接看 这有多重啊 也就是说 我还在 刚才还在看呢 这一个就有十五公斤啊 十五公斤 他这个年龄 一般来拿不上的 对啊 这一个 大家可以看 我来拿一下 你是男的吧 这是健身的肌骨 他练得还可以的 你做好这吧 这十五公斤啊 一个 三十三磅 这个 这个是十五公斤 上面那个是十五公斤 三手 小心你的脚 小心 就说你 成功了 你能打俩了吗 孩子 别玩命 小心你的脚 加油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你可以做到的 黄怪 抬起了 哎 等等 这个才十公斤 腰 完了 腰不行 挺重的挺重 脸都红了 你别到他健身房去报名 阿姨 你举举看 你平时怎么来给他加码的 我深蹲 深蹲 是有一个杠铃 对对对对 要有一个杠铃 是这样的 现在二位就相当于是四面搭档 一起在健身房 而且您的事业也是健身房 对对 而且你想想老板练成这个型 这是多好的广告啊 那江爷先生请教一个问题啊 那您看您毕竟已经是60岁了 会不会有同龄人有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啊 会觉得这老爷子他不服老啊 这个都多了 很多 有的人说难看死 表演的时候没球用的那么难看 就一块一块 像个没球 也有说这么大年龄呢 练出来什么用呢 你怎么回答他们的 这个问题最后这个问题我也很感兴趣 大家会在想您毕竟60了 练得这么完美 有什么用 你怎么会回答这个问题 我说第一就是爱好 第一个我嗓到甜头了 因为健美这个东西呢 是受益终生的 体购好了 嗓到这个甜头了 停不下来的 那些人他不理解 他没有做 他的观念没有转变 他们只看到了外在 对 他们是感受不到这种内在 给您带来的变化 或者是您所说的甜头 对 还有一些人他不理解 他认为是举重 大历史 大历史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讲多少重的 感觉 就像气功一样的 凭控制 基督的控制 身体的控制 意念 你能控制多少就练多少 是不会受伤的 您觉得您先生啊 他和20年前 你眼中的那个小伙子相比 这20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一个看到年轻 体质量 每个方面都比以前好了 嗯 不需要年纪到的人 反正就是好 那您也必须跟着一块年轻起来啊 是吧 所以现在也跟着丈夫一起来学了 当时啊 我知道 江爷爷您开健身房的时候 其实太太也特别的支持您 鼓励您啊 基本上全身心的也投入到了健身房的工作当中 可能也忽略了自己的父母 是吧 那个时候我孕妇那个膀胱癌病危了 她回家去看过一次 然后家里的姐妹啊什么啊 可能都有意见了 说什么 这个时候也不来帮帮忙 是吧 再没时间来看几多机业也好的吧 但是呢 那个时候我 因为我有重要的比赛的赛季 生活规律是很严格的 我的一切衣食住行全靠她操办的 如果她走了 我就垮了 所以今天你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特别想要对她表示感谢 你要和太太说什么 说点平时在家里不常说的话吧 都来了 我 在比赛领奖的时候 在镜头前 你 总在镜头后 今天也一样 我在台下 你刚才在台下 我现在借这个机会 想当面的再 再再再 谢谢你 我当时开那个健身房 是为了填饱肚子 她呢 这么多年了 我也没有给她买一件这样的衣服 我们现在的住房只要28平米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她 她作为我的老婆 她一句怨言都没有 所以我心里 我还要再感激起她一次 应该的 应该的 你还想到了什么 该感谢的 咱们今儿的一节 我都唱着歌吧 好 你还唱着歌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但是我从来都没学过唱歌 我不会唱的 但为了我 今天感谢我老婆 我临时学的 这一个礼拜里学的 你问我爱 你有多深 你爱 你有几分 我的心也正 我的爱也正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 你有多深 你有多深 你又几分 我的情不易 我的爱不变 月亮代表我的心 轻轻轻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深的一段情 让我心远到如今 你问我爱 我爱也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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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代表我的心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圆阳军楼 为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委托人 准备了一份幸福礼包 感谢 感谢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这个委托人呢 曾经来过我们节目做客 今天是他第二次来了 他叫吕元芳 我们先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一定叫肩动人 能够过我们大家说说这个病情 医生说到后来吧 就是心脏那些功能衰竭 然后就到死吧 到最后我说我就躺在床上 只能眨眼睛了 什么都不能动了 然后他说没事 他还是能就是愿意照顾我一辈子 他下班回来了 就是把我从床上抱到沙发上坐着 喂水 对 我自己胳膊没有劲 水杯拿不起来 他都是这样喂我的一天 吃饭也得喂你是吧 对 你好李源芳 你好水 对啊再次见到你了 现在经过了这两年的时间 你能跟我们叙述一下 身体上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以前就是12年来的时候吧 我还可以站在水池边洗脸刷牙 现在不行了 我只能坐在桌子边洗脸刷牙 以前我还可以就是 吃饭把自己端着碗 现在就不行了 得一下面垫个盒子 一天天可能在萎缩是吗 对 我的病是不断的发展的 今天作为委托人员放来到我们的现场 其实是想要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的 你自己说吧 对啊 我有宝宝了 我有宝宝了 我带着我的宝宝回娘家 来看舅舅和小姨 再一份生上去了 变小姨了 没错 现在多大了 一岁九个月了 一岁九个月 据说这个孩子和我们的节目还有一段淵源呢 对啊 是向幸福出发带给我的幸福 怎么说 我一二年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怀孕了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 以前得过胃出血吧 老有胃病 然后我来的时候就是胃不舒服 一直恶心 吃不下饭 我以为是有胃出血的 并有饭了 我回去以后呢 到医院去 人家给我检查了 他说是我没什么问题 他就问我结婚了没有 他就问这些 我还想着呢 我说一个胃病怎么问这些 完了就他让我去 建议我去做个B超 然后我就去了 做了个B超 医生告诉我 他说你怀孕了 是吧 当时 当时你老公在吗 你在吗 我们俩一块去了 这你必须得说一说 听到医生说 您太太怀孕了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和表情啊 当时说什么了 当时就又高兴又紧张嘛 没结婚之前 我们就打算不要孩子的 你是为太太的身体找到 因为她这个身体的情况嘛 因为我们的袁芳呢 是国内第一位健动人妈妈 所以呢 她这个生产过程 其实得到很多媒体和观众的关注 对 我们今天也有一段视频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来 今天备受关注的国内首位怀孕的 剑动人 吕原芳 在航空总医院抛妇产下了一名男婴 母子平安 来 三五八点半 医护人员推着吕原芳出现在手术室前 看到那么多媒体在现场 那么多人关心着自己 原芳很激动 在人们紧张的等待了一个小时之后 九点半 手术室内传出消息 原芳 剖腹产下一名男孩 这个蓝芸送新生儿室 八层呢 八层呢 挺好的现在 还在早上吃着呢 然后这几张 有多层啊 2850克 正常体重 身患绝症 但仍然想怀孕生子 这其中的风险可想而知 陆元芳曾咨询过妇产科专家 大夫表示 她怀孕生产风险还是很大的 很可能引发一些并发症 为此丈夫罗忠牧 曾坚决反对她要孩子 最终使妻子的执着打动了她 其实丈夫是一直是反对的 我们要考虑到妻子的健康 对 反而是原芳是非常的坚持 当时医生有跟你说过 你怀孕生产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吗 我是全麻的 全麻是呼吸 没有呼吸的 然后是机器带我呼吸 本来我的肺部肌肉已经萎缩了 她说就怕醒来以后 这一辈子就得靠着机器了 再一个就是怕我抛肤产 怕我的子宫不收缩 然后大出血 还有一个就是高热 40度的高热 医生说了 我这就怕我高热 因为人一高热免疫力下降 这是必死无疑的 说了有这么多的危险 而且是很严重的 你坚持执意的出发点是什么 她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我没有理由去剥夺她 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付出多少 哪怕就是我的生命 我一定要把她生下来 你当时其实是有心理准备 有做过最坏的打算的 对那时候自然我 就是下了决心 要她以后 我没有打算活着能出手 我相信原方这样的性格 跟她交流 她是一个下定决心以后 谁都说不动她的人 但事实上对丈夫来说 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煎熬 因为我相信 以丈夫的性格和她 你们之间的感情 她其实最关心的是你 对 当初她和我的爸妈 一直劝我不要要这个孩子 他们说 即使这孩子是健全的 问题是我们会失去你 三十年 她说 我们照顾你三十年 她说 他们不想白发生 说黑发生 就希望我陪在他们的身边 现在孩子都是你们自己带吗 都是我爸妈帮我带的 我很感兴趣 你们小两口 给孩子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这个我还真感兴趣 给我孩子起了一个叫 名字叫罗桂龙 桂是广西的简称 龙是 龙是甘肃的简称 你是广西人 我是广西人 然后原方是 甘肃人 就是取了我们两个老家的简称 你们这名字起得很大气 今天孩子也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我们掌声有请 是一个家庭的小宝宝 小名叫什么 小名叫启航 启航 都很有意义 这是妈妈是吗 原方的妈妈 二十年 他很清晰 他里面还算长得高的 你自己能上台阶吗 可以 你有 你走得很好 这里 眼睛好大 叫阿姨 叫阿姨 阿姨 阿姨 会说话了 叫姐姐 你是阿姨 我不笑吗 我不笑吗 原方你做了妈妈之后 觉得和之前比有什么样很大的改变吗 没有做母亲之前真的是体会不到一个做父母的心 他们不仅要照顾我 还有一个我的弟弟跟我一样比我还要严重呢 所以原方就应了中国那句老话 不养而不知父母恩 嗯 很难体会到父母那片儿苦心 不过我相信妈妈肯定很辛苦 但是妈妈也是这种辛苦里面也有幸福的味道 对不对 不幸福 很幸福 是辛苦还是幸福啊 不幸福 不幸福 他比较年爸爸还是年妈妈 他挺会保护我的 怎么保护你 方式来和他相处的 他会不会靠在你身上 嗯 会的 我们谁也没有跟他说过妈妈身体不好 有病的 他好像本能的知道 每次都是 我说来妈妈抱 别的孩子都是伸着手等的 他都是伸着手过来抱我啊 嗯 然后吃东西的时候我躺在床上嘛 他我一口他一口他就喂给我 然后 他这么小就能给你喂饭吗 嗯 饼干呀之类的东西 他可以喂我 真懂事 他还会问我举话筒啊 你再举一个 一般小朋友这个游戏只玩一遍 他害羞了 刚才他平时生活中为妈妈吃饼干 刚才看着话筒还给我举过来 元芳 今天你佩戴的是委托人 而且咱们这个节目已经很熟悉了 我相信你准备了很多话 我给我的孩子写了一封信 那元芳你念给他 亲爱的启航宝贝 这是妈妈写给你的一些心里话 虽然现在你还不懂 等你长到了 你就会明白 妈妈对你的爱有多深 宝贝 你现在已经一岁九个月了 每次你给妈妈喂饭 伸手了妈妈脖子伸 我觉得不论多么辛苦多么艰苦 做这一切我都觉得值得 宝贝 妈妈的身体和健全人不一样 我曾经 我曾经煎熬过 痛苦过 犹豫过 该不该把你带到这世上来 后来我下定决心 只要你平平安地来这世上 妈妈 妈妈的生意死 无所谓 在心里的过程中 妈妈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是我从来没有哭过 我想只要妈妈坚强 你以后也会非常坚强 宝贝 妈妈谢谢你 是你让我成了一个妈妈 是你让我感受到了 母亲的幸福和快乐 虽然妈妈没有能力抱你 也不能像别的妈妈一样 为你洗衣做饭 陪你玩 但是妈妈真的很爱你 生过爱自己 我为妈妈祝你 妈妈祝你健康快乐的成长 妈妈 严芳 现在孩子可能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 他能看到妈妈在哭 所以 他是主动地 往妈妈身边去依靠的 严芳 我相信 启航的出现 应该让你更坚强 更有动力 对 孩子就是我的动力 我现在 我开着一个小卖部 每天早7点 到晚上12点 虽然艰苦一点 但是为了孩子 我觉得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那就答应我们 这是最后一次 扑鼻子 好 再也不会流泪了 你这是当着 成功观众的承诺 这里永远是你的娘家 你有任何好消息 都可以到我们家里来 一起分享好不好 这些都是你的家人 我们为 圆芳加油鼓劲 圆芳 今天带着老公 带着妈妈 还有现在可爱的儿子 爱要大声唱出来 想要和他们唱什么歌 我想给我的儿子唱一首马来摇 嗯 来 我们听妈妈唱歌好不好 鼓鼓掌 来 鼓鼓掌 青山一排排阳 有残花边地开 骑着那牛儿慢慢走 夕阳头上待 天上的云儿白呀 水里的云儿拐 牧地吹到山那边 谁在把手排 这里是我的家 这里有我的爱 爷爷说过的故事 我会记下来 这里是我的家 这里有我的爱 外科长过的童谣 我会把它尝到 青山外 青山一排排阳 牛菜发片地开 骑着那牛儿慢慢走 夕阳头上待 天上的云儿白呀 水里的云儿拐 牧地吹到山那边 谁在把手排 这里是我的家 这里有我的爱 爷爷爷说过的故事 爷爷说过的故事 我会记下来 这里是我的家 这里有我的爱 外科长过的童谣 我会把它尝到 青山外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本来木石油 混血黄金9999专家 鸳鸯金楼独家冠名播出 接下来这位托人呢 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他叫杨云格 是一个帅气的小伙 来我们掌声有请杨云格 谢谢大家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人去到他去往 心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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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杨云格 感谢大家掌声支持 谢谢 纯爷们 对 我是一个纯爷们 怎么会想到模仿杨贵妃呢 其实我一直都是从事这个反串行业的表演 我以前跟冠姐一样 就是这种苗条的 就是这种靓女的路线 但是可能是由于饮食过好 就是现在比较丰满 然后也比较敦势 这是曾经的你吗 这个就是曾经的我 哥罗多姿啊 是这样 这是你啊 对啊 这是我 那个是我 因为他是反串演员嘛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要流行一些港台饭 就是这种打扮的 因为丰满了 但是还是很喜欢这种表演的艺术形式 然后我就想自己是个胖子 然后我就想到了杨贵妃 长得又胖又敦实 杨贵妃在历史记载当中 她是四大美女之一嘛 但是呢 她也非常厉害 她善歌舞通音律 你行吗 是这样的 没有金刚钻 变揽瓷器符 做反串的 就是唱功和这个舞蹈功啊 武功都应该还够得去吧 光说不练甲把式 我们来一段吧 好不好 先从舞开始 大家想看吗 当然了 我今天小小的准备了一下 给大家带上一段杨贵妃 可以算是从胡人那边 学来的一段舞蹈 叫霓裳雨一曲 好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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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